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衣,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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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辛苦大家了,因为今天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在算在超见祈福的法会当中有四天嘛,今天算第二天的第三座了。 我们说第二天,因为昨天是上次会购嘛,今天是正式在诵经的算第一天,可是已经在法会当中的算第二天,我们就是说一般分三座。 我们这后面这两天也是,今天跟明天,就是大概一天会有三座,早上10点到11点半我们会诵经,到下午3点到4点半也会诵经, 他在晚上大概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的上课去做,他这个是什么的意思,因为主要那时候是想这样子说,因为我们不是说佛法可以分为二嘛,教证法跟正证法嘛。 和等于说我们在诵经,读经,背诵,写,或者说课诵等等的话,那等于说什么,那是教证法的这一方面嘛。 和真正的我们来听课,文啊,诗,修这边修词的话,等于说什么是正证法这一边嘛。 所以我们等于说在,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这边所谓的普渡啊,或者中元节这个时候,想说我们可以为,不管是在世的祈福,或者往生的回向,操见等等的,最好是什么,就是由我们所谓的持教法嘛。 和持教法的方法,就只有这两个,就是所谓的持教证法,跟持正证法嘛。 他一般在背诵,在嘴巴诵,等等这些,或者写,看,读,等于就是我们在持教证法这边嘛。 和在我们今天这样子,可以随份随力的去闻,实修的话是什么,持正证法嘛。 一般来引用的是不是引用,世青菩萨最后的那个祭诵,在俱舍论当中说什么呢? 那世尊教法可分为二嘛,所谓的教证法跟正证法。 而怎么样去持教证法呢? 他就说,就是读诵跟背诵,而持正法是什么呢? 和就是依持修行,唯有是依这样子的。 所以在持教证法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这样子读诵,背诵,书写等等的话,没有别的方法啦。 或者说跟人家宣说,这也是一种方法。 就只有这几种方法,自己背诵或自己跟人家宣说。 那持正证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依次而修持嘛。 唯有这个方法,没有别的,别的的话呢,那都不一定是真正的,我们所谓的持教法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虽然大家比较辛苦一点啦,这几天会比较辛苦。 我们等于说,今天是第二天的第三座了嘛,和明天早上还是一样的。 大家如果有时间,我们会继续从十轮经,继续送下去。 我们已经送到第三瓶的前半段了嘛,所以我们会从这边。 好,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上次是不是开始介绍有关中益的时候,我们在介绍什么呢? 我们是在介绍无我嘛。 为什么这很重要,是不是我们从哪里分出来? 我们是说,诸法无我嘛。 在试法印当中的,是不是我们说, 诸行无常,有肉皆苦, 诸法无我,涅槃其境嘛。 在诸法无我的话呢,别的来讲的话, 我说,是不是我们上次有略略介绍到说, 诸行无常,有肉皆苦, 在这一方面的呢,有一些的连外道都还可以, 或者说非佛教徒他还可以认知到的。 纵使不是佛教徒,他也有办法认识到说什么, 哦,刹那刹那的这种的变化,无常的这种变化。 以及什么呢,由业跟烦恼而产生的,这个东西叫为肉嘛。 像在什么我们一般引用的,有一个叫, 十字争论,是第四诗班禅大师他所写的, 他在这里面就有写到说什么呢? 他说,纵使是像苦苦的话呢,也不是我们这边要认识。 为什么呢?因为畜生也可以认识说, 这个苦苦是他不要的。 而这边所要我们在认识,有肉皆苦, 这个苦呢,也不再指所谓的坏苦。 为什么呢?因为坏苦的话,以上界的天人来讲啊。 或者说像什么,我们不要说坏道那天, 连我们在人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都知道,像什么, 很多人为了爱护身体的缘故,或者要保护身体的话, 虽然他很爱吃炸的,或很爱吃什么的东西, 他知道什么,为了身体我不应该吃嘛。 因为为什么,虽然有暂时的嘴巴上面是很好吃, 但最后什么,心脏病啊,脂肪肝啊,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他说什么,那宁可我这个短暂的这种好像的有肉的快乐, 有肉的快乐,我不要吗? 我暂时放弃了,这叫什么,坏苦吗? 所以这边我们讲的说,有肉皆苦, 这个苦主要在指什么呢? 在指辛苦啊,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上次绿绿介绍就是说什么, 是由业跟烦恼,我们不自主的而产生的这个东西呢, 叫做什么,我们这就叫说有肉的,也可以叫做什么,这就叫轮回啊, 可是我们上次在介绍的话,我们是不是开始介绍到什么叫做普特切罗, 什么叫做我吗?和什么叫做假有跟石有, 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在讲到这边, 和普特切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应该是说什么? 我先从定义,和我们再举例子,和我们再说别的话呢, 他的一般的例子是什么,是随着五蕴, 任何一个而安利出来的士夫嘛, 是一个很,很,应该说比较, 如果懂经书的话会还会这样, 可是如果很多人不懂经书的这种名词, 我们讲说,士夫跟我,跟普特切罗是不是一样, 我们讲上次嘛,和普特切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由透由五蕴而安利出来的士夫的话, 这个有一点过大,为什么呢? 因为透由五蕴而安利出来的士夫代表说什么, 他一定要有色、受、想、行、士,五个都皆有嘛, 所以如果说像我们的人这样子的人, 我们说我们是由五蕴而安利出来的一个士夫是不是, 这个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定义啦, 我们像我们人有色身的这样子来讲, 可是如果是没有色身的, 我们是不是讲说有无色戒的, 他为什么讲说任何一个意思就代表说, 有些的士夫,有些的人或者有些的生命, 不一定是靠由设法,外在的事而安利出来, 他可以透由受想行事而安利出来的话, 我们叫做士夫, 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所谓的普特切罗嘛, 所以普特切罗的简单的意思, 我一般讲的是什么呢? 我说什么,那凡是这个东西有具有心事的啦, 有心事的东西呢,他就叫为说, 大家要不要坐前面一点, 你可以来坐前面,在摄影机,你可以坐前面一点, 没关系,因为我怕你撞到摄影机那样子, 没关系,大家都有空位, 大家可以自动往前都没关系那样子, 自动往前那样子, 那你说什么的话呢? 因为我说什么,我们讲说, 所谓的普特切罗, 是不是说他透由心事啊, 或者透由武运, 应该我们讲说什么, 我们说透由任何一个武运而安利出来的生命题, 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有心事的, 有心事的, 所以有些人会问说, 那我们花花草草啊, 什么那些算不算有生命, 那就看我们说我们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了, 如果你说他会活着, 他是会因为我浇水, 有阳光他有的话, 他之后他不教他,他就枯萎的话, 这叫生命的话, 我也承认他是有生命的, 可是我们一般在经书, 或在佛教里面所谓的, 是不是像我们过几天我们会送, 像金刚经, 大家说有受者相, 人相, 士夫相, 这个受者相是在指什么呢? 在讲寿命啊, 寿命的意思说什么是, 由心事的所依靠的, 才会有他的一个, 能存活的这种来讲的话, 这是不是就只有在于, 普特丘罗上面, 或者说士夫上面, 才会有的了, 所以这种寿命我们来讲, 一般的所谓的寿命在经书里面, 他用的寿的, 不是代表说, 他只像花的这样的, 生到死, 这样子, 或者他留下种子等等的, 他是在想说什么, 有心事啊, 有心事的, 而, 我们在这一派来讲的话, 大家已经知道什么, 什么叫做普特丘罗了吗? 按什么叫做什么, 我们上次讲说, 那普特丘罗我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上次也有略略的提到, 那普特丘罗我, 我们为什么要认知呢? 是不是, 如果不认识普特丘罗我的话呢, 是不可能认识什么叫做普特丘罗无我吗? 虽然没有一个普特丘罗我, 普特丘罗我从来也不存在, 或者我们中文有时候常常用什么, 就是人我嘛, 或者人无我, 或者人我, 这个人我虽然从来不存在, 但是如果没有假设出, 假设人我是这样的话呢, 它会怎么样存在, 我没办法说,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那上次我们说, 这个派别我们现在以什么, 我们现在目前是以金部中的, 一般的概念来讲说什么, 它的最究竟的见解是什么, 就是人无我了, 和这个派别的见解, 这个派别的人无我见解是什么呢? 是我们从匹婆沙中, 一直到中观秩序派的, 它认为的人无我是一样的, 大家如果没听过这个几个词, 没关系我们, 之后我们会介绍详细的是什么, 在佛教里面有四种不同的根器, 它四种持有的见解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要讲说什么, 我们讲说叫匹婆沙中吗? 匹婆沙中的话, 我们中文翻成叫什么, 叫有部, 有部, 和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讲叫金部, 第三个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为士, 第四个我们叫中观, 和中观当中它一般又分两者, 一个我们叫中观秩序, 跟中观应成, 和秩序派的见解就例如说谁, 像我们讲到的静命论师, 像莲花界大师, 清辩论师, 等等的话我们叫什么, 这叫在中观派见解里面, 我们称之为叫中观秩序派, 和中观应成派的见解发的是什么, 一般是以龙树菩萨, 圣天菩萨, 悦称菩萨, 佛护论师, 极天菩萨, 等这些为比较有名的, 中观应成派的见解,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的话, 我们是不是从最低, 在于, 或者应该这样讲, 我先跟这样, 大家还记住我们说, 佛教徒不一定认为有无我, 他举了什么例子, 他举了说, 独子不, 是有不中有一派的论师, 叫独子不, 他是什么呢, 他是佛教徒, 但他不是什么呢, 他不承许无我吗, 为什么他不承许无我, 大家还记得我们说什么呢, 因为他不承许什么, 他问你说, 普特切罗, 我是有, 还是没有, 还是常, 还是无常, 还是一, 还是义, 那是什么, 他说, 不可说, 不能说的, 还有这样子一个回答, 不能说, 不可说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佛教徒来讲, 虽然不一定承许, 或者认为说, 有无我, 人无我这个概念, 但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佛教徒里面, 他有中意, 有见解, 是佛教徒里面的所谓的一个中意师来讲的话呢, 我会说什么, 他一定是承认无我的这个, 所以他, 我们说什么, 我们一般举独子不以前的例子, 我们会说什么, 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他还记得我在考那个格西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辩论, 我就跟他这样回答, 他说什么, 他辩论是说, 他像两个拼凑在一起, 变成一个, 他我就说什么, 我跟他举个例子, 我就说, 因为我们这以前在辩论里面, 就常常讲, 我说, 一个东西代表它是法, 又是医, 不代表它是法医嘛, 这样子, 大家就轰头大笑,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法医的话是我们这种披肩啊, 像我刚刚诵经的时候, 那个黄色那一件, 可是我说你看, 我们穿的衣服, 我不要说我, 大家穿的衣服, 又是法, 又是医, 可是不是法医嘛, 不是法医的, 就像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说, 独子部它是佛教徒, 他是中义师, 因为他是透有, 思维的, 抉择的, 而之后再持续的一个见解嘛, 我可以说他叫中义师, 可是他是佛教徒, 他是中义师, 可是他叫什么, 他不是佛教徒的中义师, 他是佛教徒, 因为我们佛教徒的定义还没有讲到嘛,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佛教徒, 他也是一个中义师, 因为他是透有, 谨责, 判别, 思维, 而去持守一个见解, 不只是持守, 有那个能力去, 把它宣缩出来嘛, 他的见解可以宣缩出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说他是一个中义师, 可是他是什么, 他不是合在一起, 他不是佛教徒的里面所谓的中义师, 他没有跨那个佛教徒的中义师的标准了, 不能只是说他是佛教徒, 又是中义师, 代表他是佛教徒的中义师了, 为什么, 我们说佛教徒里面的中义师的, 最关键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 有没有承认是法应, 可是最终就他的, 关键在哪里呢, 是有没有承起说, 诸法无我这个概念啊, 他在诸法无我的这个概念来讲, 我们说什么, 从, 有部, 最低的有部, 或我们讲说皮包沙中, 有部, 一直到什么, 我们有部, 我们汉帝是传的, 应该在所有传承里面, 我们中国人是算非常幸运的, 因为在别的地方的时候, 结经的时候呢, 他集经的时候, 很多在藏文啊, 或者巴历文都已经, 失去了, 而我们很早期, 我们因为祖师大德的缘故, 我们把什么, 我们打, 大匹婆沙论, 翻成中文了, 现在如果真的想要, 在这个世界上, 想了解有部, 或匹婆沙中的人的话呢, 都要什么, 都要学汉文了,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 有大匹婆沙论, 有七部的, 这个大匹婆沙论呢, 是翻成汉文了, 所以呢, 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法尊法师的功德, 法尊法师真的是一个, 在我们近代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意思, 大家我们只知道说, 法尊法师从, 藏文翻成汉文嘛, 像我们看到的什么, 普道赤地广论, 密宗道赤地广论, 柳不老一山说藏论, 入中论善写秘书, 等等都是法尊法师, 他花了, 很大的心血去翻译, 可是在这个之前, 还有什么, 那时候洛瑟林, 在西藏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不切, 叫东奔仁不切, 很有名, 他那时候的, 十三世尊者呢, 就把他派到来, 来汉地, 应该是, 我如果, 按照他们的说法, 没记错, 应该是到长安, 就西安那边, 去翻译, 他开始翻译的时候, 他跟法尊法师一起合作, 从汉文, 把大匹伯沙论翻成藏文了, 所以法尊法师在翻译的著作上面, 我们不用只想, 好像想到说, 他只有几本, 我们看到, 他也花了很大的心血, 把大匹伯沙论, 从汉文翻成藏文了, 我就可以看到他的笔记, 大家, 这几年, 我顺便跟大家讲这本经书的话, 尊者以前说, 现在的尊者说什么, 他以前在布达拉宫以前, 记得有看过, 就是这个手稿, 因为那时候在48年嘛, 就是我们1959年要出来的时候, 没有机会带走, 他觉得很可惜啊, 没有机会带走的时候呢, 可是, 是我来到印度之后, 尊者说他陆陆续有人, 好像考配啊, 或者说那时候, 因为有布达拉宫, 之后, 应该是这样的, 经过文革的一段时间之后, 很多人是把那经书, 用生命去换回来, 像我们寺院有对事的, 因为以前他的, 有每个寺院他不共的经典, 他很多这些僧人是什么, 他把他的墙壁挖出来, 他把那个经书埋到墙壁, 他用, 因为那时候他没有那个概念, 所以我要用牛皮纸啊, 或者牛皮纸, 他就把它塞进去的时候呢, 很多是过了十年, 十五年之后, 他破墙再把它挖出来, 他因为那时候, 他为了保护这个经典, 所以同样, 这个法尊法师的大匹婆沙论, 是他们在布达拉宫里面找到了, 可是已经算, 已经临散了, 有很多地方没找到, 和这一本, 有回到尊者的手上, 和这几年, 这几年在, 从西藏那边呢, 他们已经有印了, 我如果没记错, 有印了十一本这么厚厚的, 一本字这么厚, 是法尊法师的, 亲手的文笔的, 写撰撰文的, 我看他撰文的时候, 我又觉得, 我说, 撰文法尊法师的字体, 没有写得很好那样子, 可是, 可是我可以看到他的文学非常好, 他的字体不怎么漂亮那样子, 他真的, 写了很大很大的一本, 你可以看到他很辛苦的这样子, 反正和这几年印出来, 可是他中间有, 好几品, 是, 遗失掉了, 已经不知道在, 因为, 文革的阶段, 或什么时候, 被遗失了, 他就只能说, 这边拉了一页, 或者拉了一品, 什么等等的话, 和这几年有人在想翻, 可是还没有人可以把, 完整的范围, 可是我们, 虽然大匹婆沙论是什么, 是我们, 目前在玩, 最完整的, 最全的什么, 是, 在我们汉文当中, 有这个大匹婆沙论的, 所以, 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了解匹婆沙中的, 因为像我们以前, 我们在学匹婆沙中的见解, 我们是说什么, 我们是用, 世青菩萨的, 拒舍论回去, 学匹婆沙中的, 可是因为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是已经, 世青菩萨的见解已经, 已经转了, 已经变成了, 唯士派的见解, 所以他很多地方说, 是, 他们是如此说, 他们是如此认为, 他们是这个觉得, 就好像, 这个代表说有一点, 好像看不起的, 就是有一点那种, 这是他们这样的说法的, 可是是为什么是那时候, 是因为, 乌卓菩萨叫他, 世青菩萨要忏悔的原因, 而显出了据舌论, 我之后我们再讲那个故事了, 和, 所以呢, 我刚刚要讲什么是, 因为我们从匹婆沙中, 就是佛教徒里面的, 门槛嘛, 最低门槛的见解, 乃至到哪里呢, 一直到, 中关里面的, 秩序派, 来讲的话呢, 他们认为的人无我是什么, 是一致的, 没有差别的, 就是, 在这个见解上面来讲的话呢, 有一些派别会说, 最究竟的见解就是人无我了, 可是有些派别会说像什么, 像我们到中关秩序派, 他会说什么, 人无我的见解没有变, 但他不是最究竟的见解, 有这个比这个更究竟的见解, 可是那个人无我的见解是, 没有改变的, 唯一唯一会改变的话, 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什么是, 到中关应成派的时候, 他那时候对人无我的想法呢, 会完全的不一样了, 可是他会对什么呢, 他对下部派, 从匹婆沙中, 乃至到中关秩序派的这个人无我, 他成不成许, 他成许, 可是他说什么呢, 这只是初分的人无我, 还不是真正的, 我们要讲到那个核心的人无我, 他只是表面的, 表面的人无我, 就是所谓的初分而已了, 你所说的初分的人无我, 还没有讲到我这边, 我真正的, 要讲到的人无我了,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 准备要跟大家介绍的人无我, 是不是是什么, 是从匹婆沙中, 一直到中关秩序派, 当他讲到人无我的话, 就是共同是,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解释的, 就是人无我, 这个见解呢, 应神派也成许, 只是他说什么, 这不是他的最究竟的人无我, 这只是初分的人无我, 和我们之后要了解什么, 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 去解释的话, 大家是不是说, 我们以前可能常常听到无我, 无我什么, 或者无我很重要, 可是到底无我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还不清楚吗, 所以今天等于说, 我们是在一次性的吧, 说, 那到底人无我, 这边, 就是大家共同认为的人无我是什么, 会慢慢跟大家讲的, 上次我们是不是, 有略略讲到, 仁我的时候, 仁我的什么意思, 这边的仁我的话呢, 是, 离开了, 孕体, 以外, 有一个, 不需要, 这个不管这个东西的, 本质是常也好, 无常也好, 一也好, 意也好, 或什么样, 都可以, 没关系, 这不重要, 他现在的仁我的意思是什么, 是, 他总之有一个好像可以, 不需要依靠着这个身体, 可以独立而有的这样一个, 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我们叫什么, 叫仁我, 就是说什么, 有一个生命体, 或者我认为的一个, 像我们是不是中文常常用, 用灵也好啊, 或者有一个, 一个体来讲也好, 他是, 不需要依靠着我的身, 也不需要依靠我的心, 他可以, 好像不受这两个的牵制, 他可以独立而有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仁我值, 仁我了, 这个值者叫仁我值了, 所以很多人说, 噢, 我们死亡出去, 好像有东西浮出现的时候, 那实际上什么, 我说, 有没有有一个, 我们讲的说, 可以脱离这个, 出分的孕体的一个生命, 有这个, 有这个, 可是这个普遍不是这样, 普遍是什么, 是因为死亡的时候, 他的人我值很重啊, 他的人, 这个我值很重的缘故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什么, 有一个错觉, 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说什么, 好像有一个, 我要去控制我的身跟心, 当我们用说, 有一个这个东西想要抓住我的这个身, 或抓住我这个心呢, 这叫什么, 这叫对我的身的我值, 跟对我的心的我值呢,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佛教里面的, 人无我的最主要的概念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从人无我下手呢, 因为他说什么, 因为我们从无始流转啊, 或者叫什么, 最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个我值, 用人好像有一个东西是, 不需要依靠身心, 而可以独立而存在的这个东西呢, 我太容易的依着这个随着而走的缘故, 所以他首先就说你要先去认识这个东西啊, 人无我是在什么呢, 无我是什么, 在任何东西上面都存在, 任何东西上面都存在无我, 可是我们首先首先最容易去认识无我是什么, 是在我自己的身上去认识, 因为我们说我最在意的也是我嘛, 最熟悉的也是我嘛, 所以他从我着手之后呢, 认识这个我不存在, 刚刚我想说, 这个我认为说我可以享受这个灵, 我可以看到这个佛像, 我可以闻到这种花, 当我们如果有执着说, 刚刚不需要依靠着这个孕体的我, 可以去享受这个, 可以去看到这个, 可以去闻到这个, 或者可以坐在这边, 有这样子的概念来讲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做对花, 对佛像, 对灵, 对时钟, 对桌子, 对乙殿的我值了, 这些等于说什么, 我们说刚刚那个人我, 把这一些的物品, 外在的东西, 认为说什么是, 人我可以去享受到, 可以去看到, 可以去认知, 可以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对这些的我值, 所抓取的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我常常跟大家引用的, 就是克祖杰说的用词, 第一个时候, 我们要去认识这个, Potential我, 或者我会有这个颠倒值, 不容易认识, 可是, 最容易开始认识的是什么呢? 克祖杰大师举的例子是说什么, 像比如说我们中文, 是不是有一个就说, 你倒忘我的, 忘我的情况, 是什么? 因为俊杰说好像我, 快乐到已经说好像, 不知道我在干嘛的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才比较容易, 开始认识到说, 普特切罗, 我认识出, 普特切罗我是什么? 或者, 克祖杰大师举的例子这边是说, 例如说, 我被吓到了, 我被惊吓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中文讲说, 他好像被牵走了两魂嘛, 三魂当中被两魂牵出去了, 所以, 这时候都什么? 这都是因为一个我, 这是一个我值的认知, 所以好像有一个, 独立的可以东西被牵走了, 或者说什么? 克祖杰又举一个例子说什么? 最容易看到的是什么? 说, 他举的例子说, 如果有文书菩萨过来, 跟你说, 我要跟你换智慧啊, 换心事啊, 甚至马上说, 我要跟你换, 这种有这样子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的出发点就是有我值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 我不需要依靠着我的心事而安利, 所以我的心事好像可以这样子, 我跟我的心事可以分开, 我在这一边, 我把心事跟你去换, 或我的身体在这边, 我的身体来跟你兑换, 好像我可以这样子, 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跳来跳去的话呢? 这一种就是说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我值的, 执着的缘故而引申出来的这种想法。 所以懂之, 我们所谓的我值, 会使烦恼升起啊, 或者引申轮回是什么, 就认为把一个, 不实际存在的一个东西, 我们实时的抓住, 或者实时认为的话呢, 把一个不是实际的安利出来的话, 而去执着的话, 这叫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 非理作业也是啊, 或我们在这边来讲, 就是我值的所执着的嘛, 是我们上次在讲, 心内学当中, 我们讲到称心的时候, 称心是不是它加上去了嘛, 它加上去说什么, 这东西过于悦意, 过于悦意之后, 我在讨厌它的时候呢, 这叫变成称了嘛, 可是过于那个标准叫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我值所执着的啦, 过于那个标准, 或者说, 认为说好像这个东西, 从它那一方就有一个漂亮的, 或者它是一个不需要关带, 而有存在的, 这种东西叫什么呢? 这就是非理作业所安利出来的, 不实际的东西嘛, 过于标准的我值了, 是不是我们举的, 尊者常常引用, 他说他教他科学的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 叫Dr. Aaron Beck嘛, 我们上次用在说是, 宾州大学的, 专门对什么, 他去一辈子去研究, 他们在用英文来讲说什么是, 如何去管理程序嘛, 他们叫Anger Management, 他有一个专门这个来讲的话, 他也说啊, 他做了他的研究, 他说, 因为孙子去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已经86岁还是87岁了, 他像还在世啊, 可是已经好像98还是99, 总之是非常高龄的一个科学家,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研究出来说, 当称心看到, 称心什么是一个排斥的一个, 一个心态, 可是称心看到什么是,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看到说, 跟在这个镜上是不存在的, 是他假设出来的嘛, 所以他也研究出来说什么, 称心什么是, 有一个那种排斥的那种状态, 他也观察说什么, 百分之九十是, 不是实际, 是他安利出来的, 可是那个安利出来是什么, 他们就说不出来了, 而我们佛教徒是认为说什么呢, 因为这些情绪会生出来的原因, 这个假设的安利叫什么, 因为我值得缘故而安利出来一个假设嘛, 我值得安利出来之后, 不代表他一定马上会有情绪, 他只是把什么, 不实际的东西, 不是真实的东西来抓住, 他可能不实际的东西, 我抓住啊, 我舍不得啊, 什么等等, 之后把它加上说, 我排斥, 我讨厌, 这种情绪加信的话, 我们就变成什么, 那叫成心了嘛, 那很好玩, 那因为, 尊者常常喜欢恶作剧嘛, 他就说什么, 他就问那个科学家说, 那你认为啊, 贪心是怎么样, 哦,不是贪心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贪心我就不会有, 这一生就是, 空过了, 没有追求啊那样子, 所以他们说, 他们只能, 研究到说, 负面的那一面, 因为贪心不一定是负面嘛, 他有一个是, 好像像越异的这一面的时候呢, 他就说他看不出, 贪心是不符合实际的, 可是总之, 我们为什么在讲这么多的, 无我的概念来讲的话呢, 等于说, 我们从, 如果从见解上面, 要认识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 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概念是说什么, 就是说, 我们是没有一个说, 可以脱离身心以外的, 这个所谓的弑父, 或者这个生命呢, 是没有的, 他可能有, 从前世来到今生, 今生到后世, 依着这个心绪而, 我安利的, 所以你看我们举的例子是一般说什么, 你看, 譬如说, 我出家, 我才出家, 你看我现在出家, 我出家25年了嘛, 所以我当法师的阶段, 是不是从25年的那一天到今天而已, 我安利出来这个时, 就是说, 我这一生当中的, 可是我说, 我这一生, 不是不仅仅这25年了, 是40年了嘛, 同样, 我说, 如果我再说, 我从今生, 从前世来到今生, 那个, 顺序又, 可是它是什么, 它是依时间时间而而安利出来的, 我不是说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 统设住, 不需要我这个抓紧, 不是, 我是因为依靠着每一个时段的变化, 每一个时段的变化, 可是我可以有一个什么, 包容在这边嘛,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你看40年当中, 我前面15年, 我不是生人啦, 可是我现在到今生, 我说, 我这一生当中, 我有, 从在家到出家了嘛, 到生人的时候的话呢, 我可不可以说, 有一个横跨40年的, 如圣法师嘛, 对我说, 我说以现在身份来讲, 横跨40年的革西, 有啊, 就是我们这样, 可是, 它是因为一个每一个每个时间, 那, 非佛教徒的认为是说什么, 它从另外一个概念来讲说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我来统领的话呢, 它就, 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成立了, 所以我们不认为说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统领者, 有一个我可以横跨着, 有一个我可以横跨着, 好像它, 它首先, 首先要认知的是什么, 是要有一个, 普特切罗我的概念了, 好, 那, 如果, 认为有普特切罗我的话呢, 这个普特切罗我一定是, 我们讲什么什么, 它一定是石油的, 它不是假油的, 没有一个普特切罗我, 又是假油的, 又是石油的, 对不起, 又是假油的, 对不起, 没有一个普特切罗我是, 假设存在的话, 它不会说普特切罗我是, 假油的,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有讲到, 石油跟假油的差别吗, 石油是什么意思呢, 石油就是说, 当我们去认识它的时候呢, 我是不需要依靠着, 任何一个东西, 它可以独立的去被认识, 是不是, 你看普特切罗我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普特切罗我是什么, 我不需要依靠身, 不需要依靠心, 独立而有的这个东西, 我去认识它, 是不是不依靠身, 不依靠心, 有独立的话, 那当然是石油的嘛, 而我们所谓的假油是什么呢, 假油的就是说, 当我去认识, 或者认清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必须是要透游认识别的东西, 先认识别的东西才有办法认识的, 像说什么, 你看大家是不是认识像我, 我现在的如圣法师, 是我们从经验上大家也可以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我的长相, 或者你没听过我的声音, 或者什么都不知道我认识, 你们在路上听到我的声音, 也不一定说, 这叫如圣法师, 你不认不出来嘛, 可是是不是, 你认识我之后, 认识我的声音之后呢, 不要说, 看到这个人, 只要你们在隔壁, 比如说我说声音, 说这叫做如圣法师的声音嘛, 你们是从声音而认出了, 或者有些人是不是说, 我从味道认出来了, 希望不是糊臭嘛, 这样子, 有好的小的香味的话, 没有看到这个人, 可是先闻到味道了嘛, 是我们从这样子也可以认识出来, 这叫什么, 这个代表说什么, 这个东西是假有了嘛, 我是偷有什么, 假有的是说什么意思, 他是有, 假有不是代表我说, 不是真的有, 是假的有, 不是这个, 假有的意思说什么是, 当我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我是偷有, 先认识别的, 而认识出来, 我才有办法去认识出这个的话, 这件事叫什么, 叫加油了, 是不是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像大家认识, 我们这个例子, 是不是这个, 因为我是不是, 以大家来讲, 我如圣法师是, 不相应心法嘛, 如圣法师是不相应心法, 它不是设法, 它不是心法, 以外的无常的话, 我是一个, 不相应心法的话呢, 这个不相应心法, 是不是就一定是, 所谓的, 假有了嘛, 你看, 是不是假有也是这个, 为什么, 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你们认识我的话呢, 是不是一定要偷有我的, 色, 颜色, 形状, 韵体也好, 长相嘛, 或者说什么, 我的衣服啊, 或者我的声音啊, 我的味道啊, 或者, 你看这有些, 像我们说是不是, 我最近才看到, 有一个, 有一个藏人, 我第一次看过的那个说, 有藏人的, 虾子, 就是, 他看不到, 他是用什么那个, 我们是突出来的文字吗, 他用这种摸字, 他, 他, 我知道我们英文, 跟中文有, 可是我没看过藏文, 这个人, 因为他就是, 拉撒长大的, 他像播报员, 念得好, 他的声音, 他的藏文比我还标准, 他念的是那种, 标准那个藏文,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摸摸摸, 他就像播报员的, 这样在念, 就很, 很, 很亚裔的说, 他可以这样子, 你看他, 认识出来, 像我认识, 藏文是, 我是透由他的形状, 他是说什么, 他是透由触觉而认识出来了吗, 他是, 这个藏文的这个东西浮出来, 比如说他认识苹果, 他从来不是透由香气, 也不是透由颜色, 他是说什么, 他透由触觉嘛, 他摸到一个这个苹果, 我们比较容易认识什么, 我们在水果当中, 认识榴莲嘛, 对不对, 你闭着眼睛, 你去摸的时候, 这个叫榴莲啊, 所以榴莲也代表说什么, 他是假有的嘛, 是不是, 你看这个榴莲是假有的, 我是不是透由他的香气, 我也可以认识出, 这叫榴莲了, 或透他的触觉, 我也可以认识出他叫榴莲了, 所以这是石有跟假有的差别了, 我们上次是不是, 大家有跟他讲, 我们讲到石有跟假有, 所以这几个大家很重要, 我们要讲到说, 普特切罗无我的时候呢, 一定会讲到假有跟石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普特切罗我的话呢, 他一定不是假有的, 普特切罗我一定不是假有, 他一定是什么, 是石有的, 为什么, 假设普特切罗我存在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刚刚已经首先说了, 普特切罗我是代表说什么, 他不需要依靠着身, 不需要依靠着心, 可以独立而有的这个人, 或者普特切罗, 为什么他叫普特切罗我的原因就是说, 可以不需要依靠身, 不需要依靠心, 而独立有的人, 独立有的普特切罗, 所以我叫他什么什么, 叫他人我也好, 叫他普特切罗我也好, 是这个东西, 当他不需要依靠着身, 不需要依靠着心, 而有的话呢, 是不是我认识出来的时候, 我就不带, 我是不依靠身, 不依靠心, 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 而讲述他的时候, 他叫什么, 他一定是不是就是只有石油了, 普特切罗的我, 或者我们常常讲说, 普特切罗的石油我吗, 或者说, 普特切罗的独立实体我,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天, 我们常常在经书, 是不是讲说什么, 普特切罗我的实体我空吗, 或者, 普特切罗的实体无我, 就是这个意思嘛, 普特切罗的实体是什么呢, 就代表说, 刚刚讲的, 这个普特切罗我, 这个普特切罗我, 是不需要依靠着身, 心, 可以有的这些事情呢, 是不存在的嘛, 实体我空嘛, 实体有在这边嘛, 他为什么加一个独立, 这个刚刚也讲了, 他是不需要依靠着身, 不需要依靠着心, 不需要依靠着任何一个条件, 而存在的缘故, 我们叫做什么呢, 普特切罗的独立实体我嘛, 就是我们在经书, 常常有没有看到, 听到这个, 普特切罗的独立实体我空嘛, 独立实体我空, 就是刚刚我上, 你刚刚讲的, 独立是什么, 不需要依靠身心, 实体是什么呢, 代表说他是实有的, 实有的是什么呢, 他在认识他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依靠着身心, 可以独立单独的去认识, 这个我们叫做实有, 所以这样的一个我呢, 是什么, 是没有的嘛, 独立实体的我空, 或独立实体的无我, 来讲, 好, 可是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以现在我们一般, 刚开始屈辱佛教的见解的话呢, 我们是屈辱什么, 我们是用金部中的见解去, 那比较容易, 比较没那么复杂, 他讲的那个是比较说, 比较容易抓住, 因为对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 讲的一个好像都不存在的, 或者几乎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抓不到什么东西来讲, 所以一般的见解, 我们会依着金部中的去说, 和之后由金部中再做变化, 那金部中的对普特切罗的定义是什么, 或者说他来讲他是实有, 还是假有呢, 那我们会说什么, 普特切罗我们可以分为他有实有的, 也有假有, 两者皆有的, 那普特切罗, 不是大家要比较听清楚是说什么, 我不是说普特切罗我, 普特切罗我的话一定是什么, 实有了吗, 假设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实有, 可是他是没有的吗, 假设有他一定是实有, 像我们是说什么, 普特切罗这件事情, 或者人这件事情, 或师父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 你说他到底是实有还是假有, 他两边都有, 他两边都有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假有的我们很容易了解, 假有的是什么呢, 是像我们在座, 我看到你们, 或你看到我, 这是什么呢, 我是看到你们的, 假有你们的, 为什么假有, 就刚刚举那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说, 是不是你要认识出, 如圣格西, 或者格西拉, 你不认识我的声音, 我的手, 我的长相什么的话, 你不会认识我吗, 你要先认识我这些, 这是我们上次举的例子, 是说, 我以前, 在印度的时候, 很早我们就开始讲课, 他说, 因为我从那时候就说, 我们不要放我的照片, 我没什么好看这样子, 不看到我也没关系, 就听声音就好了, 因为那时候, 印度的网络速度不够快, 我就说, 你不要把那个速度的容量, 都拿到放我的照片了, 那个是声音比较重要, 所以, 有很多之后, 来印度, 琴法或听课, 他说, 你的声音好好耳熟喔, 是我在哪里, 有没有听过你的声音啊, 我说, 我们在网络上有这样, 你就是, 如圣格西拉这样子, 所以你看, 为什么, 他认识出了声音嘛, 所以他从认识出声音, 把这个声音跟着, 格西配合在一起, 他才说, 我才认识出喔, 你是格西, 和之后是什么呢, 我认识格西之后, 我是不是才认识说, 我以前听到那个声音是, 格西的声音了嘛, 所以知道, 格西的声音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假有的嘛, 是我们举的, 我以前是不是举那个例子, 跟我说, 那时候老师给我, 我第一次比较了解说, 石有跟假有的例子说什么, 他老师很善巧就不跟我说什么, 他说你看, 如果我把手, 伸出一个窗户来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认识我, 你是不是只说, 那是一个手啊, 所以你只看到一个手嘛, 你就认识, 只认识出一个手而已了, 他这个手也是怎么认识, 因为是有皮啊, 有手指啊, 这都算假有嘛, 我才会说他这个手, 可是你说什么, 你看你认识这个手之后, 你再走进房间, 你说,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手, 但是我的哦, 就是从这个手而认识到了, 格西, 所以你看, 我们是不是在思维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上次听到有一个人说, 我实际没有, 他在解释无我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不太认同, 他说什么, 你看我们说你摸到我, 可是实际你根本没摸到我, 你摸到我的手啊, 可是这个跟中大师的不太是, 我所认识的, 中大师的说法不太对是这样子, 因为在中大师的壮丽, 还就是说什么呢, 这就代表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由关带而有的嘛, 像我也是由这个我, 我的手而关带的时候, 所以你摸到我的这个之分, 你当然就会说你摸到我了嘛, 或者你说我这样子的话, 你什么, 你永远摸不到我了, 你不要说你永远摸不到我, 我的手你也永远摸不到, 因为你是摸到我的皮了, 你摸到皮, 你也摸不到我的皮, 你摸到血管了, 或者说, 他的那种里面的那个, 红血球了, 红血球你摸不到, 你摸到一一一的分子了, 那什么都摸不到的话, 那又太过了, 可是我们说什么, 因为他是以一个东西的之分的时候, 像你看, 我说如圣法师生病的时候, 你说如圣法师生病, 他摸到手了, 对不对, 他受伤了, 事实上他只是说, 有可能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他是由我的之分, 我的这些来讲的话, 你就会说我的这个主体也不舒服了嘛, 或者说, 我说这个房子有问题了, 哪里有问题, 那边有一个裂痕了, 所以实际上是, 那个裂痕来讲, 或者, 有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 有破胎过的, 是不是, 尊子常常讲说, 你看我们, 在讨厌, 或者我们思维, 我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 我说这也, 对我自己在修心的时候很大帮助, 你说, 你看, 如果你真的要讨厌一个人的话呢, 这个讨厌人, 应该不是这个人吧, 而是什么, 你要讨厌他的烦恼啊, 或他的错误的情绪啊, 可是你错误情绪, 我把他说什么, 我就把他说, 这个人就是他的情绪了, 我把他联合在一起了, 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个人是他一定有他的好处嘛, 他不是全面性的这样的恶啊, 可是我什么, 因为我真正的来讲, 我没有明白是非, 我刚刚把说, 他就是他的烦恼, 合在一起的时候, 真正如果是要一个, 有明智的去讨厌对方的, 或讨厌什么, 我要明理的去讨厌他的无名, 讨厌他的烦恼, 讨厌他做出来, 就伤害我的这个行为嘛, 所以呢,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时候, 是不是, 普特企罗, 我们一般讲的普特企罗, 我们可以感受到普特企罗的话, 都是所谓的加油的, 是透由什么东西而认知出来的, 他一定要认识出来的, 透由认识某一些东西, 才认识出来的, 可是在金部中的话呢, 跟韦氏, 金部, 匹伯沙中, 乃至, 中观秩序派, 他会有一些派别认为说什么, 有一个实体的普特企罗, 我们会听起来,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个实体的普特企罗, 因为他认为说什么, 他说, 每个东西没有一个它的发源点, 真正的是这个东西, 而发扬光大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不会存在的, 他有这样子一个概念说, 我最终就要, 譬如说, 譬如说假设我举一个, 你看说这个中大师是, 什么时候而有的呢, 他会说, 我要去找寻, 就是有一个东西, 从那一方有中大师了, 是我把它的, 像譬如说你看, 假设我把中大师的帽子拿掉, 他的这些来讲, 把它说只是一个铁的时候呢, 你不会说这叫中大师吗, 这什么是, 他这个组合起来之后, 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形状,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东西在这边产生, 我说这就叫中大师的佛像吗, 他会说, 一定要从, 镜上面有一个东西, 我可以追根究底有, 这个东西就说, 从这一个点开始, 这个东西产生了, 所以他说什么呢, 那个假有是不是, 追根究底他也要有一个东西而有呢, 他说, 普特切罗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是有一个心事, 有一个意识, 就我刚刚讲的, 我从前世来到今生, 今生到后世的, 那一个长流的一个意识, 往下走的话呢, 那叫什么, 他叫实体的普特切罗, 他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同派别, 就有不同的说词了, 维斯派就叫什么呢, 就叫阿赖耶斯了, 他就把这个东西取名为阿赖耶斯了, 有些人把这个取名为什么, 什么叫做, 第六意识里面的, 普特切罗的第六意识, 是普特切罗的那个第六意识, 也有的, 或者我们一般来讲呢, 或者说什么呢, 就是, 共同的一个用词, 什么叫, 实有的普特切罗, 我们这个叫, 实有的普特切罗, 因为, 认识这个东西, 它不是透由, 像我们刚刚讲的, 由, 认识设法, 认识身, 认识什么, 受想, 是直接去认识这个东西吗, 直接认识, 而有的, 所以上次大家还记得我, 问了大家, 我以前那个辩论来讲, 我说, 那这个士夫, 不是普特切罗吗, 我会说, 还是普特切罗吗, 这个, 实有的普特切罗, 是不是普特, 是, 可是这个实有的普特切罗, 是不是透由, 五蕴的, 任何一个, 案例出来的士夫, 我会说, 是, 可是我认识出来的时候呢, 不代表说我要先认识这个五蕴嘛, 它是由五蕴而案例出来的士夫, 它的本质是由五蕴而案例出来的士夫, 可是我认识这个士夫, 这个人的时候, 我不一定要先认识它的五蕴, 我不信, 它是独立的, 独有的, 我可以认识的, 所以这个我们叫, 实有的普特切罗, 所以大家要有一点点的区分是什么, 我们要对, 实有的普特切罗是有的, 假有的普特切罗是有的, 可是我们什么呢, 我们没有一个普特切罗的, 实有我啦, 这是没有的, 这是不存在的, 或者没有的那样子, 好, 大概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是我们在这边, 以上对, 所谓的, 诸法无我里面的这个无我, 因为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介绍这个无我的见解, 因为一方面它比较复杂, 可是它一方面也是对, 怎么样成为一个佛教徒里面的, 最重要的关键, 是在于无我的嘛, 我们说, 致敬习义的方法也是无我了, 要真的培养出智慧, 里面也是要无我的, 无我的会为主的, 而不是别的, 所以这个无我的见解是非常, 以一个佛教徒来讲的非常的重要的, 好, 所以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边, 我们讲到说, 那, 我们讲到第一段嘛, 说, 因是有部部派之故, 因是有部十八部派之一, 因为是彼的有法的缘故嘛,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段说, 为什么独子部是佛教徒呢? 因为它是有部嘛, 为什么呢? 因为有部当中它可以分为, 十八个不同的部派, 它是其中的一个部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举那个独子部为例了嘛, 我就不用什么原因了, 你十八部派里面就是分出一个独子部了, 和我说它是独子部为例的时候呢, 你的分法十八派里面我举说是独子部的话, 我还要什么理由说它为什么是十八派之一呢? 因为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独子部了, 好, 和它说, 如果根本许的话呢, 那么它说, 由法所知, 就是为所, 它是由法所知或者说什么, 我说所知为理了, 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要用个论事去思维的话, 它应该要有一个论事要证明的一个原因, 它有时候我们比较懒惰啊, 或者它没有特别用一个例子, 它把以上的例子就签下来的时候, 它不会再特别例子, 它就说什么, 所知, 就是一个共用的一个例子来讲, 它会用所知为理, 那什么? 它说, 应该要承许事法应的嘛, 可是呢, 独子部应该没有承许, 或者它不承许事法应吧, 为什么? 因为它不承许无我的缘故, 为什么这有的确的正确的原因呢? 因为如果承许事法应, 是不是要承许第三法应? 诸法无我嘛, 所以它应该不承许诸法无我的, 为什么? 因为它承许普特切罗的我的缘故吗? 或者应该说, 因为它不承许无我的缘故, 为什么它不承许无我呢? 因为它承许有我的缘故吗? 为什么它承许有我呢? 因为它是承许一个说, 不能说是常还是无常的实有我的缘故啊? 它承认什么呢? 它承认普特切罗是什么呢? 这个普特切罗我是不能, 你说它是无常还是常, 我都不能说, 可是只能说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了。 它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它说, 它的主要的认知, 我们以前老师跟我们解释说, 因为它已经串起了外道的见解, 它是认为说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统领啊, 好像抓住一切这个来讲, 就没有前后事了。 所以它不敢否认到普特切罗我。 可是你说, 佛陀已经说普特切罗是会生死啊, 它没有一个常的, 它会生死的时候呢? 它又认为说, 又是无常, 好像又不能说无常。 所以它就不敢说什么? 我又不敢说它是常, 因为佛陀它是无常。 可是我又不能说是无常, 因为我认为说有一个统领这个东西来讲, 所以最后我就是什么? 它是常还是无常, 就是不可说, 不能说。 它等于是说这样子, 所以它说, 这个普特切罗我, 你说有没有? 它会说有。 普特切罗是什么呢? 是实有的。 它已经说普特切罗我是实有的话, 那到底是常还是无常? 不可说。 依还是义呢? 不可说。 都是不可说不可说的。 为什么呢? 它在这边来讲的话, 它说, 因为引用了这一句, 它说, 如云, 这如云是在哪里呢? 这是在《日中论》当中。 在《日中论》的第六品里面, 它说什么呢? 它说, 有即不可说异议, 常无常等, 时有我。 这是什么呢? 这个来讲说, 来讲的, 我们说的这个, 普特切罗的实体有, 或普特切罗的实有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能讲说它是, 依还是义呢? 也说不出来。 它是常还是无常呢? 也说不出来。 这些等等的这些特征啊, 加以别别特征加下去呢? 它就说不出来, 它说这是不可说, 不可说了。 只能说的是什么呢? 它是实有的。 这样一个说法, 这边引用的, 因为在我们之后, 在《日中论》的, 我们去介绍《日中论》的第六品的时候呢? 有一个, 在准备第六品结束的时候, 它专门有一个单元, 在说什么? 如何去破斥我啊? 所以, 它在如何破斥我的时候呢? 悦生菩萨就来讲说, 我们这边讲的无我, 不是独子不所认为说的, 那个我的没有。 因为这边都是很粗分的, 我们讲的是另外一层的无我。 可是这边来讲的所谓的, 有迹不可说异议, 常无常等, 使有我的话呢? 这个的主张人是谁呢? 就是, 匹伯沙宗里面当中的独子部, 他还要有这个认知。 所以他的认知是什么呢? 他说, 就是有一个实体的普特邪罗, 因为他认为说, 要有前后世, 要有一个可以从前世到今生, 从今生到后世的话, 没有这个实体的我, 实有的我的话, 他就等于说, 我怎么横跨两世, 横跨三世, 横跨世世, 或者我们所谓的深深世世, 他根本讲不出来了。 他认为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实体的, 或者实有的我了, 实有我的。 这个实有我的你说, 假设你说他是男还是女呢? 还是依还是义呢? 还是长还是无常呢? 还是什么呢? 他都说, 我都是不可说了, 不能说不能说。 你问这个特征来讲, 我只能说他是实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知他是一定要, 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 他独立的去认识出来的, 他不是所谓的加油了。 所以他是不是讲说, 此文中所主张的, 既如所说故。 这边说, 此文中所主张的, 既如所说故的话, 是说什么呢? 是在我们引用了, 有记不可说异议, 常无常等, 实有我的。 这个提出这个论点的人, 是什么? 在用入中论当中的, 提出这个论述, 或者提出这个概念的人, 是谁呢? 就是独子部。 因为入中论他没有, 说出这个是独子部的见解来讲。 说, 在入中论当中有提到有一个, 有这样一个见解的人, 和这有这样的见解的是谁呢? 是匹伯沙中的独子部。 所以匹伯沙中的这个独子部来讲的话呢, 等于说什么? 他是承认普特杰罗的无我, 他不承许这个见, 他承许了什么呢? 他承许了普特杰罗我是实有的, 但不能说他是常还是无常吗? 这我是不是上述也引用了说, 这就是法称论师在他的适量论里面, 在解释无我的时候, 他就是破, 他就骂这个, 就是像我们, 中大师在缘起站是不是说, 他说, 我们在第十一个科范, 他说什么? 他说, 如果是跟背对或背弃佛陀的教法人来讲的话呢, 如果他去依着无名而去跟着佛陀而唱反调的话呢, 那又有什么稀有, 那不是稀有的啊, 可是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你明明承许佛陀所说的, 你不只是承许佛陀所说, 你还承许他的缘起法的话呢, 你再还说缘起不是无知性的话呢, 这种说法我才觉得说是匪夷所思啊, 所以, 法陣论师在他的适量论里面也解说, 他说, 你这个说什么, 有记不可说异议, 无常常等时之有我的, 这一派的说法来讲呢, 他说你这个是匪夷所思啊, 不可理喻的那种的, 劣等的说法啊, 为什么? 他说连外道他还有勇气, 我现在不是我在说这个, 这是法陣论师, 他说连外道都有勇气说, 他把他的见解说出来说, 独立实体的有是长的, 是不变的, 是从前世来到今生, 今生去后世的, 你现在是因为, 你又不想要违背佛陀, 你又舍弃不掉那个, 跟外道一样的见解来讲, 这没有比这个更下烈的, 你说你是没有勇气的, 你是没有胆量来说出, 你自己的见解是什么啊, 那样子, 所以等于说在这边来讲的话, 这就是说, 他用了这么多例子来讲, 是说什么, 我们会分广的去解释, 是因为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无我的是什么, 所以等于代表说什么, 如果是佛教徒的话呢, 不代表说他就一定要承认无我, 是不是, 他不代表他就一定要承认是法应了, 他还是可以当佛教徒, 因为他刚刚讲说, 佛教徒的定义是什么, 是有没有承许是法应吗, 所以大家就代表说, 有是佛教徒, 但不是没有, 或者说没有承许是法应的人, 像什么, 就是独子部里面的, 有部当中的独子部吗, 他是什么, 他是佛教徒, 我不能否定他是佛教徒, 但我承许他是, 我什么说, 他不是承许是法应的那一派的, 好, 那有些人来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 对这个以上的说法呢, 有些人说, 那说什么, 他说, 独子部啊, 应该是承许普特学罗无我, 应比承许长衣自在的, 普特学罗无我的缘故的话, 我们这边会说, 打约不骗, 为什么, 这个来讲的话, 我先跟大家解释有几个说法, 在这边来讲的话, 一般, 有些人会说什么, 我们说, 独立实体的我执呢, 或我执来讲, 他可以分为, 骗迹跟巨生的, 两子皆有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 我记得上次我们有提到骗迹跟巨生, 骗迹是什么, 骗迹是说他是后天的, 依靠某些原因, 或者因素, 或老师, 朋友, 忠义, 而去执着的话呢, 这我们怎么知道, 骗迹的我执也好, 或者骗迹的执着, 巨生的是什么呢, 是, 就是说他是与生俱来的, 他不是后天的这样培养, 而是他之前就是有这种, 隐隐的串习出来的我执的话, 也是叫巨生的, 所以呢, 他现在是不是讲说, 独一, 独立, 他就说, 常义自主的我, 常义自主的我执的话呢, 这一定是骗迹的, 没有巨生的啦, 还是什么, 唯有外道的人才会有这个, 常义自主的我执, 所以大家不用怀疑, 你们大家都没有常义自主的我执, 我也没有常义自主的我执, 这样子, 我们不会有常义自主的我执, 常义自主的我执呢, 可是有两种的解释法, 我先跟大家讲一种不同的, 和我在讲, 有些人说叫什么, 他说, 有一个, 有些人解释说, 常义自主的我执叫做, 初分的我执, 独立实体的我执叫做, 细分的我执, 和常义自主的我执, 为什么叫做初分的我执呢, 或者叫做, 常义自主的我执叫做, 初分的我执, 他们有这样讲, 可是他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了解他的时候, 你不需要了解我的, 他说什么呢, 他叫常义自主的我, 是我, 常义自主的我执是什么呢, 是刚刚把那个, 独立实体的我, 执着为, 又常, 就是不是叉那叉那变化的, 又是一, 是什么, 像你看我们刚刚讲是说, 我说我虽然是, 从来, 从前世来到今生, 今生到后世, 可是我每一个段落都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 我前半生是, 一样啊, 跟大家去上课啊, 上学的小孩, 我知道从15岁之后, 开始出交我才是变成, 法师嘛, 有不同的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不同的阶段的我, 没有一个, 一个嘛, 我是各个个分类, 外道的, 这个认为说什么, 他不是, 他就是有一个零, 有一个我, 统领着, 从我前面我, 一诞生, 一直到我现在为止的, 41岁的这一年的, 这个呢, 我是被一个的, 一个我, 去统领的, 这是一嘛, 不能不能给个别个别的切割, 长一, 自主是什么, 他不需要依靠着运体, 他可以独立, 就是我们所谓的实有的这样子的, 产生的话, 他把独立实体的我, 执着为又是长, 又是一, 又是独立而有的, 这样子执着的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长一自主的我之, 和, 当你认了之, 长一自主的我之, 很容易他就说什么, 你只要比如说, 你认识说, 长一自主的我, 不是一, 的时候呢, 因为是, 等于没有这个执着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都会瓦解嘛, 因为我刚刚以上是把, 独立实体的我, 认为又是长, 又是一, 又是独立的时候呢, 当我把其中一个去掉, 是不是这个整个东西都瓦解了, 所以他说, 你要了解, 长一自主的无我的话呢, 根本不需要了解无我, 你只要了解说, 独立实体的我, 是无常, 独立实体我, 不是一, 等等的这样子的话, 从前一个, 拉开的话呢, 这个东西你就已经了解到, 长一自主的无我了, 这是, 什么, 这是, 色拉妹的那一派, 或者有一些是, 他把说, 初分的无我, 跟细分的无我, 是完全好像无相关的, 有些人就这样解释, 他说, 初分的无我, 是非常非常粗, 很容易了解, 细分的无我, 不容易了解, 他举的例子说什么, 他一般举的例子是, 他们用菩提道次第国王论里面讲, 他说, 例如说, 念死无常的, 无常, 跟四地里面讲的无常呢, 是不是有一个我们讲说, 初分的无常跟细分的无常吗, 那个四地后面的叫, 才叫细分的无常, 是刹那刹那刹那叹那叹那, 变化的这个无常, 而, 初分的无常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可以认识的, 一记换到一记, 一记换到一记的时候, 这种我都可以了解的无常, 这叫念死无常的无常啊, 像说我说, 我看到, 像我这样子, 从年轻变到青少年, 青少年变到中年, 中年变到老年, 老年变到世王, 而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种初分的无常, 我们都可以证得的, 我们都了解的, 他是举这个例子, 他说你看, 初分, 你了解初分的无常, 跟细分的无常,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 他了解的层次是, 完全是两回层次, 所以他讲说, 这叫细分的无常跟初分的无常, 有这样子一派的说法, 这不是我的认知的说法, 是有一个, 和我们以前, 我们老师, 跟我们讲的说法是什么, 我在跟大家讲的话呢, 那他最, 是常依自主的无我说什么呢, 他说, 常依自主的无我的, 这边的无我呢, 跟我们所谓的, 独立实体的无我的来讲说, 他是没有初细分的, 你了解的, 常依自主的无我的时候呢, 你也一定要了解无我, 你了解独立实体的无我的时候呢, 你也就了解了, 常依自主的无我了, 这两点是一样的, 他的初细分是一样的, 可是是什么差别呢, 那个, 常依自主的无我, 无我的, 或者我们讲说什么, 为什么他会讲这个呢, 因为他是讲说什么, 他是讲说, 假设我用那个刚刚以上所说的, 独立实体的我呢, 他是有一个, 他是有长的差别啊, 就要说什么, 我把它说, 他是以长的本性的, 独立实体的我, 有依的本性的, 独立实体的我, 有独立本性的, 这个独立实体的我呢, 这个没有的, 这叫什么, 我了解叫, 这叫, 了解, 常依自主的无我, 所以他这个是, 加以特征了吗, 或我们以前老师, 像举的例子, 你看我说, 我了解说, 这个木桌, 是, 没有价值, 或者不贵的那样子, 假设我这样子来讲, 你了解, 这个木桌不贵, 跟假设我说, 是, 是, 张树的这个, 木桌不贵, 我举的例子, 是不是也是这个木桌, 可是是有一个是, 他是以张树的差别为这个, 或者他是以, 三盒板的为这个, 哦, 以沾檀树的, 作为这个木桌的时候呢, 我还是要以这个桌子, 作为我的例子说, 他是不贵的, 可是他只是, 背后的因素说他是, 张树啊, 他是, 呃, 沾檀树啊, 他是三盒板啊, 什么来, 以这个背后来讲的话呢, 以这些差别, 他的特征, 而去执着这个东西, 是独立实体的时候呢, 我们以前那个, 呃, 我自己的老师, 都是跟我们这样解释的, 所以, 他一般讲说, 所谓的, 长音自主的无我, 跟独立实体的无我来讲的话呢, 他是没有所谓的, 粗细分, 可是我为什么讲粗, 或者我们会讲说, 长音自主的我, 叫粗分的无我, 独立实体的无我, 叫细分的无我呢, 因为独立实体的无我上面, 他没有加以任何东西, 他就是最原始的了, 而, 长音自主的无我, 是什么, 他加上了一些那个, 长啊, 依啊, 独立的, 等等的, 而去讲的, 所以, 是不是我们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独子部说, 他不承许, 长音自主的无我, 是不是他就不承许, 长音自主的无我啊, 因为他说什么, 你说, 这个, 长音自主的, 你那个独立实体的无我, 是长吗? 他说不可说嘛, 所以他说, 你说他是长, 我当然不承许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嘛, 他说, 长音自主的无我, 或者长音自主的无我的话, 刚刚那个长, 不管你是把这个独立实体的我, 认为他是长也好, 或者你说那个, 独立实体的我, 他有一个长的特征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独子部都不承许这些东西嘛, 因为为什么, 刚刚以上不是讲的, 他说, 那个长音, 那个独立实体的我, 是长还是无长呢? 不可说嘛, 不可说, 所以当你已经说, 这个独立实体的我是长的时候呢, 他就说我不承许的嘛, 所以, 所以他当然也不会说, 长音自主的普特求老我, 也是没有的啊, 对不对, 又是长, 又是一, 又是独立的, 或者有长的特征, 有一的特征, 有独立的特征, 这个我是有还是没有呢? 当然他会说是没有啊, 因为他不可能, 他不承认他是长了嘛, 可是他承认的这个, 不代表说他了解, 他只是说, 因为你说他是长, 我不承许啊, 所以他说什么, 然后他这边辩论就说, 那, 他应该承许普特求老无我, 因为他承许什么, 因为他承许了长音自主的, 或自在的普特求老无我的, 缘故的话呢, 是不是他说要不骗了嘛, 为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这个音是成立呢? 他说这个音是成立的, 刚刚以上音是什么成立? 他说, 这个长音自主的无我, 他是承许的缘故嘛, 长音自主的无我, 他为什么承许呢? 因为他是承许, 说什么? 他承许说, 以上所说的, 这个实有的普特求老呢, 是不能说为长, 还是无长任何一个的缘故啊, 那我说我不能说的时候, 你要说他就是长, 我当然说不是啊, 我不能说嘛, 你要来故意要跟我说就是长, 我当然说你这个是错误的嘛, 我说我就是不能说嘛, 你要说这是长, 我说我没承许这个, 可是不代表说, 所以我们只说什么, 独子部他是承许了, 长音自主的无我的时候呢, 不代表他要承许无我, 不代表他要承许是法应, 他只是承许, 因为他承许了, 这个我到底是长还是无长, 他会说这是不能说的缘故, 他就会说他不是长音自主的无我, 他没有真的了解到无我的内涵啦, 他没有了解到这个无我的内涵, 他只有了解说, 因为你说这个我, 独立实体的无我, 又要是长的话, 我就说我不承许, 我不承许这个, 他根本没有下到无我的内涵的当中啦, 所以呢, 真的要可以说承认是法应当中的, 诸法无我的话呢, 不是只是仅仅承许说, 应该说长音自主的无我, 而是必须要承许说什么, 独立实体的无我, 承认独立实体的无我, 他才有办法承许说, 诸法无我的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在以上的第一个辩论, 第一个辩论的话, 我们是有比较了解到说什么, 为什么说承认是法应, 是佛教徒的定义的话呢, 是不成立的, 那进一步我们说这个有完全错吗, 我们不能说他完全错, 只是他有一些的, 思维的不周骗, 或者思维的不周到, 这个是比较是谁的定义呢, 我们会说这是佛教徒的中意识的定义啦, 是佛教徒的中意识的定义, 不是佛教徒本身的定义, 因为佛教徒不认不必, 或者不一定, 就认为说有无我的, 是不是他刚刚一上去的所谓的独子部, 唯一会我们看到有什么差别的话, 大家下个礼拜我们在讨论说, 因为他在中意宝曼, 大家有可能有看过中意宝曼这一段, 他就有说什么, 他就说独子部有承认是法应, 有承认, 为什么因为他有承认长衣自主, 他刚好是颠倒过来的, 他我会把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讨论, 那个中意宝曼里面这边, 他刚好是我们这边来讲是说什么, 他如果承许长衣自主的无我, 不代表他有承许无我嘛, 大家有这一段可以了解吗, 为什么因为长衣自主的无我的话, 他有很多条件啊, 他不是说他有真正的认识到无我的见解, 他只是因为你说长衣自主的无我的时候呢, 你必须承认说什么, 独立实体的我是长, 他一说这个他就已经排斥了, 所以他就说那你说这个有一个又是长, 又是一,又是独立的这个长衣自主, 有一个这个独立实体的我呢, 我就说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是不是跟无我的概念一点都没有关系, 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他只是因为说, 没有一个因为有这样子的, 是长的独立实体的我而已, 这跟无我没关系的时候, 当然我不可能说他承许诸法无我的, 因为诸法无我的关键是在于说, 有没有知道, 或有没有承许无我的意思吗? 当你承许说长衣自主的无我的时候, 不代表说一定有承许到无我了, 他只是把因为某一部分, 不承许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整体我不承许了,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那样子, 他大概, 我们下一个, 后面这边是在前沿的当中, 算最复杂的地方, 因为他在讲无我的, 这是算最复杂的, 这边大家如果还可以跟得上的话, 后面就容易了, 后面就容易了, 这个是在无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比较复杂的, 是在于佛教徒的所有的概念, 都在围绕着这个无我的这边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请回向了, 他今天希望说我们回向吧, 这些功德可以回向说, 以广觉灵这边的所有的四身为代表的话, 和六道的友情, 等等需要说我们这边的亲朋好友, 或者家人, 等等需要祈福的话呢, 可以希望把今天的福报, 希望说他可以透过他们这个诵经也好, 听闻, 讲说, 修持,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说, 这些东西可以顺源增长, 逆人消除, 神心安康, 以及说, 以这边的地基主的神奇, 以及这边周遭的所有有关的, 往生的亲朋好友, 家人, 祖先, 等等为代表, 及所有的六道友情当中的往生者, 需要被操见的, 或回向的呢, 我们可以以今天所听闻的这些功德, 可以回向他们说, 可以离开一切的恐惧部位, 得到佛菩萨的指引, 获得战时以及究竟的利益。 好。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